小段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来 你们两姐妹也很久没见面了吧 你怎么在这儿 是的 我回来了 江信仁 苏总 你和季总谈 我们走 我看一眼 再次注意啊 来脚这事可大可小 四十八小时之后热敷 好了 继续要吧 谢谢医生 我先去脚飞 苏晨 你和江信仁到底什么关系 我先去 说吧 为什么去找季钱木 我是为了工作的事 我给你的钱不够花是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有手有脚自己能赚钱 为什么要靠你养着 不需要 家里不差你那点钱 苏晨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不是宠物 我放你出去 好让你再一次 突然地人间蒸发是吗 这次又要消失多久 三年 五年 还是更久 喂 苏总 我新提交的度假村项目书 您看了吗 看了重座 为什么 我 我真的在上面花了很多心思 要么重座 要么换人 苏总 你们要做度假村的策划案 其实我可以见二C的 你想见二C 该加点什么资料 才能让苏晨真的相信小南 在美国生活了三年 见一哪 这样 家庭 有意坚吗 一个手 爸 放上了 就õ粹吧 他就后来 我就这着把他批的 朋友们 冠军作人 成那老狐狸 你等等 我做了一个度假村策划案 你看一下 我想以武侠为主题 做一个度假村 咱们的度假村 可以借用山水园林的形式 再加上武侠的灵魂 让所有的人都能在这里 看刀光剑影 品百为人生 活得要多潇洒有多潇洒 你觉得怎么样 一般 那还有什么不足的 我再改改 明天人事部有统一的职位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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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的就算出面 其实这次不用太紧张 我表姐都跟我说了 题啊 难度也就一般般 你表姐是RC的 那你肯定能过啊 还好吧 也就打顺招呼的事 谭心 他也来了 你认识他 清江大学的建筑系高材生 我之前在一个设计比赛上 遇见过他 画图能力超小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面试开始了吗 还没有 谢谢啊 欢迎大家来到RC 今天我们的首轮测验 是快递设计 题目呢 已经在你们面前了 只要在六十分钟的时间内 将你们的设计思路 清晰地画在图上就可以了 好 开始吧 刘经理 江助官找您 好 知道了 好 我先出去一趟 谢谢 哎呀 怎么不出水啊 你干嘛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要不你重新画一下吧 我重新画也来不及了呀 这样吧 你先把主楼 在另外一张纸上重新画一遍 其他的交给我 我来帮你 你怎么帮我呀 你就按照原先这个尺寸 开花 开花 这个年比较药 我就不太艷学这个 因为 上面看了 把人家弄到 依据大家的综合得分进行评估 不举报 苏总 今天面试结果怎么样 挺好的 我听老陈说 有几个新人实力都还挺不错的 是吗 你放心 他们第一个提起的肯定是小暖的 他的快递设计又稳又扎实 可以说是今天面试的人里面 最出色的 他们现在 在人事部面试 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我去 三 二 我去拿个业绩口口表 是你代笔的吗 不是 你撒谎啊 我们都看到了 谭心的画上沾了墨水 是易相暖帮他捡的 我没有撒谎 您说的 快递设计只要是自己按照想法画就好了 谭心的图纸上 无论是主设计图 还是后面拆分出来的平面图 都是他亲笔画的 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后 玩了个剪纸游戏 然后把剪好的纸送给了谭心 这也算代笔吗 我发誓 我可是连谭心的笔 都没有碰到过 这怎么能行 能行 苏总 快递设计 只要所有的图画都是自己画的就行 您怎么来了 苏总 我来拿个考核表 结果什么时候能出 中午就行 好 结果出来之后 下午让陆映的新人去办理入职 好 小嫩姐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入职了 对啊 这二岁的办事效率还是挺不错的 你这口气 好像公司是你家开的一样 了解啊 我们面试成功啊 恭喜你啊 谢谢江主管 没事儿 以后好好努力啊 嗯 一向暖 好久不久了 你怎么不见啊 上次也没好好打声招呼 这位是 一向暖 我的大学室友 也是 苏总的太太 真是苏太太啊 这就是那个一声不吭 就把我们苏总抢走的人 别这么说 那苏太太不在家插花品插 做事 我们怎么要送给你 不用了 现在 不车里有一份新的提案 季总 RC公司的人 昨天已经来做过 策划案的汇报了 可是 一般 我知道 苏晨故意叫他们来的 被咱们骂一骂 他们设计部这些 新高气傲的主 才会乖乖重做 要不 催一下 不急 他们越慢 咱们越有主动权 以武侠为主题的设计 一定能够引起他人的共鸣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初步想法 其他具体的 还需要跟大家一起进行讨论 我想要的其实很简单 只要是能够为我带来 实际利益的 而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从今天开始 设计部按照这个方案来推行 大家全力配合 苏总 这不太合适吧 他刚入职 你就让他来开会 现在还让他负责项目 这不太好吧 什么叫不合适 如果在座的有哪一位 能够拿出让我满意的方案来 今天他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刚刚这些想法 只是我的一个初步想法 我知道在公司里 有很多比我更优秀 经验更丰富的员工 所以这次的项目 不是大家来配合我 而是我来配合大家 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就这样吧 这个项目 你和江信然一起负责 向暖 欢迎你的加入 新庆目 孤奶奶 你生气也不该 对自己发痕啊 你手都红了不疼啊 我没生气 就是手背稍微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做的 数据都是错的 那个 是一项马做的 对了 他入职之后在做什么 你这么关心 不如自己去看看 我很忙 苏总 您怎么来了 我找姜欣然拿资料 可是姜助官好像不在啊 那我 我先走了 好 你们 来吧 好 我先走了 你怎么把这些人都给了 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能不能安静点 你先回去吧 我走了谁送你啊 我坐地铁就行 太晚了 地铁没了 你干吗呀 你特意过来给我捣乱的吗 我不出意的 既然都这样了 明天弄吧 你说得轻巧 又不用你话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员工 放不着苏总您屈尊降规地等我 这项目做不好了 被锅的也是我自己 打架了 一年前 我投资了一个房地产项目 现在 出岔子了 全线停工 资金没法回落 全完了 欣然 你最近在我爸公司工作 有听他说过 公司出什么情况了吗 我在疯公司 总部的事我也不太清楚 车祸那天 小暖妈妈把她护在身下 当场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 只要暖暖一个人待在黑暗的地方 小暖 小暖 就会情绪失控 小暖你在哪儿 你说句话 苏贤哥哥 Warm 暴晒 小暖 的 惨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暗中擦枪走火燃起火花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暗中擦枪走火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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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你干吗 停电了 我来看看 我有蜡烛 你哪儿来的蜡烛 谭心送我的呀 电动蜡烛 我看挺有意思的 就带回来了 对了 应该是电闸话了 我们拿手电筒 下去看看吧 走 好 你慢点 快去看吧 明天再说吧 不行 去看一下 怎么样 我按了呀 怎么没反应啊 怎么会呢 你再看看 不知道 要不明天找物业看吧 你行不行啊 我看看 不明天就会 怎么样啊 成了没有 不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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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 不愿意做啊 没有 我记得这个策划案 苏总在会上说过 是要交给纪氏姑母的 对啊 所以你要好好地做吧 好的 怎么了 纪总 没什么 就是被苏晨 他们公司技术人员给蠢到了 你看这儿 这个小数点都点错了 要是咱们按照他们上面写的来做的话 我们至少要订十五万吨木材 十五万吨 绝了 还真是十五万吨 等等 怎么了 这画画的倒是挺好看的 怎么这字已跟画的一样 不好意思 习惯了 这个字迹明明是小暖的呀 颜娜 高云 这都是小暖的字 老季 老季你不能进 老季 看看 什么意思 你们公司要垮了 没有别的员工了是吗 全使唤异象的一个人干活 手机部送来了 这是颜娜和高云整理了送过来的 批注也认真做了 没什么问题啊 怎么了 认真啊 是挺认真的啊 两个人都认真到一块去了 这 是小暖自己一个人做的啊 我就应该让小暖来我公司工作的 反正两栋楼之间离得这么紧 就算是他想查他 查你的岗 那也用不着非得在你公司工作吧 你就这么让别人欺负他 季总 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好像还轮不到你来管 你 苏臣 你行 你真行 这件事你要是不解决的话 咱俩之间的合作就到此为止 随你 李耀 送客 用不着 下周三济世会派代表过来参加我们的度假村策划会 你们俩必须得抓紧啊 都给我这点亲 好 苏总 苏总 这份送去济世的文件是谁做的 做得很好 批注得也很详细 只是字迹都一样 所以是高云做的 还是颜娜做的 是娜姐做的 是我做的 不是 是小 真的是你做的吗 苏总 你满意就好 满意 我满意得很 今天季总的找上门来质疑我们的诚意 你们说我满不满意 不是的 其实是像男家 是 去财务部 你们两个人这个月的技巧扣光 严纳两份 散会 对不起表姐 我不知道苏总是这个意思 易向暖 你过意的是不是 没有啊 我只是按照你们的要求 完成了本该属于你们完成的工作 不过我能力不足 恰好把你要交给纪实过目的项目术给写错了 你 听着 你要是敢动手 我现在立刻叫保安把你给拖出去 有时间在这里跟我吵闹 不如去求救人事部的主管 工作绩效被打两次C 你可是连带这个工作牌的资格都没有 易向暖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你们都不怕遭报应 我怕什么 杏仁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那能不成就让印象暖踩在我们头上吗 济世的策划案通过了吧 那过两天就要抵稿了吧 我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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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对于中心厅堂的改造计划 好 好 怎么了 U盘里面没有任何文件啊 不可能啊 我没人考U盘里了 怎么没有了 真有意思 偏偏到你这儿就出了岔子 也不知道是没找到呢 还是没有做呀 我画了 只是找不到了 易向暖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这种关键时刻 犯这种低级错误 对不起啊 是我的错 多大点事 我来你们公司是来看设计图的 不是来看你骂员工的 不好意思 纪总 让您看笑话 易向暖 不管你现在是没找到还是没有画 总之就是没有看到你的方案 明天之前 重新交上来 散会 怎么变来变去都是这些招啊 谁说的 我除了不能把苏晨和江静然变没有 啥都会 吹牛 哎呀 别难过了吧 你放心 你尽管放手去做 有哥在 哥照你 季千木呢 走了 老季 他在陪向暖啊 罪王之义 谢谢啊 这什么去啊 这一点 谢谢啊 小暖啊 你干脆别在阿西干了 你去我那干嘛 我给你五倍公子 您真慷慨啊 我没开玩笑 那如果你在这里过得憋屈 就来我公司 我们济世大门 永远为你打开 你知道我来2C的目的 苏晨这家伙先逼你嫁给他 今天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你 你难道不恨他吗 依我看啊 他非但不恨你 反而很爱你 小暖他虽然外表不弱 但是性格里比谁都倔 如果说他不爱你 就算你把刀架在他脖子上 他也不会嫁给你的 我不恨他 我只是觉得有些委屈 我委屈的是 他不相信我 所以我很难过 好了好了 日理万计的季总 谢谢你今天的开导 赶快回上班吧 那 我走了 嗯 小暖姐 我也完成了 我先走了 嗯 行 你也早点回去啊 好 注意安全啊 嗯 榴莲千层 行 好的 好的 我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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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次你可得放好了啊 放心吧 我也好好检查的 就 就剩咱俩了 那咱们出去吃吧 好呀 我正想吃街角那家牛肉面 行 等我一下 稍等啊 好了 走 走 我 我文件忘拿了 我回来拿文件的 是吗 你的文件在我的电脑里 我走错了还不行啊 你还狡辩 我电脑正好开了录屏 要不咱们看看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苏总 向南 你们原谅我吧 你们原谅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去人事报办手续吧 明天不用来了 走吧 你 都是你 是你 对不对 易小暖 是你安排的 你早就知道 我会回来拿U牌 你 你就在这儿抓我的把柄呢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小心一点 你连带这个公牌的资格 都没有 易小暖 行了 走吧 这次你处理得很好 这次你处理得很好 全高苏总配合得好 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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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啊 如果我昨天帮你说话的话 他们会觉得我是在偏袒你 同时不管你以后做了什么 明明之处于自己的攻击 他们都会误以为是我在帮你 这是你想要的吗 知道了 知道了 我还有资料要做 先回去了 对了 昨天有人给我送了野药水 还给我点个蛋糕 是吗 不过是蓝莓味的 不是榴莲千层吗 你怎么知道是榴莲 你的方案跟济世汇报后 大家都很满意 所以就麻烦你代表设计部 去工地测量下实际数据可以吗 你是主管 你都下达命令了 我有拒绝的权利吗 下午会有一个女人来工地 替我吓唬她一下 你好 我是2C集团设计部的 想要见一下你们的负责人 是你找赵总是吧 嗯 对 跟我来吧 好 这里太阳大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找她 嗯 来吧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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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